全國基策跟北北基聯測 今天進入了第二天的考試 今天考的是數學跟社會科 由於今年是北北基首度的自辦基策 所以有八百多位的外縣市的考生 都來報考 其中有三百零四位 是來自宜蘭惠登中學的學生 他們一大早六點鐘 就坐著遊覽車從宜蘭出發了 而今年試題的難易度部分 今天考的數學 考生覺得考題出得很靈活 而在社會科方面 則是必須要融會貫通才能夠拿高分 早上八點五十分 考試中享北北基聯測第二天 第一節考數學 學生們反應試題不是很難 但很靈活 就是那種比較需要思考的 出得還蠻火的 對啊 要動腦 模擬考試比較難 可是機測的話 就是比一般還簡單 實施一綱一本後 北北基首度自辦機測 根據統計 在北北基七萬七千多名報考學生中 有八百四十二名是外縣市的考生 像是宜蘭惠登中學 因為是住宿學校 有不少家住北部的孩子就讀 所以學校派出了遊覽車 載著學生上台北考試 五點二十起來 然後之後吃早餐 好像六點二十過來吧 很麻煩 太遠了 不方便 第二個他們也覺得 過去那個全國統一 這樣也是很單純很好 為什麼要這樣辦一國兩制呢 小孩蠻辛苦的 因為他們有時候也會不知道說 到底要來考北北基還是要考全國 近來許多教育改革都希望 減輕孩子的升學壓力 但有不少陪考家長卻很心疼 孩子的壓力好像越來越大 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 幾乎是每一科 同學每一個都有在補習 什麼國文 英文 數學 理化 我看可能連音樂什麼都有在補 最後一節社會科考完 學生們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 考完就要打算去玩 打算玩電動 盡情的玩 Yeah 北北基聯冊將在五月三十號計發成績單 六月十七號放榜 北北基的學生還有機會參加七月舉辦的二次基策 不過到時候只有一成的名額可以爭取 而明年因為全國基策只辦一次 所有的國中生都沒有考第二次的機會了 介紹陳樹君您之間台北報導 那麼今天舉行的全國基策究竟考題的難度是如何呢 像是在數學科方面有考生覺得不難 平時只要多練習就會了 不過呢也有考生覺得很複雜時間到了還寫不完 另外的社會科呢考生則是覺得考題很生活化難度不高 跟去年相比的話 今年比較簡單 兩天國中基策終於考完 位在高雄旅中的考場 有學生面帶笑容走出市場 心情不錯還比起Yeah的手勢 似乎對成績很有信心 第一節考的是數學 有學生認為試題題目簡單 大部分題型是測驗時曾算過的 平常多練習應該就沒問題 這次並沒有發現特別難懂 會有爭議的題目 還好沒有說很難 沒有很簡單啊 平常有練習 有練習就簡單 但也有學生表示 數學有些題目複雜 時間到了還沒寫完 有些都很難 就算比較久 你說什麼 就考題有些都算稍微比較久 最後考的是社會 考生說題目很生活化 而且都出時事題 作答起來相當上手 比較生活化的題目 很接近生活 兩天基策考完 有學生把今年跟往年題目拿來做比較 覺得今年基策比起過去 都還要來的簡單 看過一些歷屆的 也實際去做過 就認為他跟這一次的考試跟歷屆 其實好像有一點比較簡單一點 這次全國國中基策 還是有出現考生違規的情形 大多已帶手機入場 或是考試中手機響起 提早翻卷等違規居多 都將被扣分處理 預計在6月2號即發成績單 六月十五日放榜 第二次基策則是在七月九號舉行 記者楊瓊如 孟昭全高雄報導 好 其實呢 今年的第一次國中基策 還有北北基的首度連策呢 都是由台師大的新策中西負責命題的 不過呢 補教老師普遍都認為北北基的各科試題 都比全國基策還要難 對自由學生來說的鑑別度是比較高的 不過呢 台師大新策中心則認為 基策都是中間偏移 難度應該差不多 國中基本學歷測驗 今年首度一國兩世 雖然同意由台師大新策中心命題 但補教界普遍認為 北北基的題目比全國基策靈活 鑑別度也高 以國文科來看 補教老師認為 北北基的國文科閱讀題多 而且長 比全國基策難很多 學生至少要多花三分之一的時間來看題目 北北基他是有特定的 他是針對於所謂的 想要拿一個上建宗或上北女的話 他就必須要耐心去把所有的題目要看完 而且因為今年的題目敘述太長太長了 閱讀測驗來講的話 幾乎是從前從來沒有看過那麼長的閱讀測驗 老師評估同一個學生 如果在全國基策國文考八十分 考北北基的國文 恐怕會差個五分到十分 而北北基的英文 鑑別度也較全國基策高 但老師也擔心北北基考題閱讀出題面向廣 恐怕會引導未來的教學 聽說讀寫只住在一個讀上面 那讀上面主要通通在那個閱讀測驗理解上面 如果說在學校教的文法結構他強 那他就會占不到便宜 至於數學科兩份考題難易度差不多 但全國基策需要小心計算 而北北基則有較多的觀念混合考題 自然科今年兩份考題難度都比網员高 實驗題目比例有增多的趨勢 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 對一些可能程度比較不是那麼好 但是很用功的同學在這一份考卷上 會受挫 那另外閱讀能力跟圖表解釋能力 比較弱的同學其實在考這份卷子的時候 也會比較吃虧 社會科考題也比以前難 已經無法被多分了 其中北北基在地生活化的考題多 包括烏來溫泉 新北市的喉童神社都入題 必須融會貫通才有辦法拿高分 雖然補教界分析 北北基考題的難度跟鑑別度高於全國基策 不過新冊中心強調 兩份基策考題都是中間偏移 在題數 題型 積分方式難易配置 北北基跟全國基策是完全相同 借陳書君您之間台北報導